大家好 我是热点站主怡静 来快速跟进新冠疫情热点 早前一名来自槟城的医生王贤德 他在行动管制期间到公园跑步 被市政厅执法员劝阻时 王医生坚持自己是为健康 单独外出跑步并无不妥 今天他在槟城推市庭就面对了两项控罪 第一项控状 妨碍市政厅官员执法 第二项控状 抵触2020年 预防及控制传染病条例 根据新搜日报报道 王医生他坚持不认罪及要求审讯 退市最后允准他以13000令吉保释 案件将在6月9日审讯 卫生部今天再更新了 全国各地区疫情数据 并列出了15个疫情红区及12个局区 在15个疫情红区当中 排名前三的分别是巴达林在野 拥有223名患者 班底谷拥有219名患者 及乌鲁冷月拥有209名患者 确诊病例都超过200宗 而雪兰儿更是全国确诊病例最多的州数 疫情的硬仗还没打完 紧接下来又再有另外一场重振经济的战役 那五国经济需要多长时间来恢复元气呢 掌管经济事务的首相署部长穆斯达法就表示 这至少需要6个月 他说啊 一些受疫情影响的国家 预计需要至少9个月到1年的时间 才能够重建经济 穆斯达法说 以旅游业为例 即使疫情退了 游客也不会马上来 那五国经济需要半年来复苏 在正确的策略支持下 这个预计恢复期是合理的 最后也呼吁大家 在这段期间呢 都要做好本分 Stay at home 更多的及时新闻 可以留意我们的热点网站 www.hotspot.com.my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